AIR SELFIE 是市場上第一部迷你航拍的SELFIE相機 重量只有2.8oz 攜帶非常方便 AIR SELFIE 它有四個獨立的螺旋掌 可以飛到20米高 內置防震12MP鏡頭、16mm儲存 還可以拍攝1080p的高清影片 時尚輕巧的設計 你以後可以隨時隨地自拍 你更可以透過不同的APPs 通過手機遙控拍照 甚至乎拍片 令SELFIE變得更有趣 照片也可以馬上分享到 社交平台和你的朋友互動 最新的AIR SELFIE 第二代 啤梨頻道已經上架了 我啤梨哥可以介紹的 當然是原裝行貨 除了有四個顏色任君選擇之外 還有一年的原行保佣 你還不快點上來 啤梨晚報網站選擇保 這些時間都差不多 其實我是不知道 那段影片是有幾場 我們之前沒有配合過的 大家不要以為我在賣什麼廣告 為什麼我會搞這些事情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 當我發覺5.9的時候 其實我是第五、六節 不知道在說什麼 怎麼知道要找些東西說 其實 剛才說AIR SELFIE 那部影片 你有沒有見過 我以前見過第一代 第一代 其實第二代還沒有出的 AIR SELFIE 第一代到處都有的 即是淘寶都可以買 封閘 香港 香港 香港TV 都可以買 但現在說的是第二代 為什麼我剛才要這樣讀 其實我們是譯了一個稿 其實我也是跟他那段 來譯那個稿 是英文的 他原裝 譯了一個稿 還沒有錄 但是我跟大家找些東西說 於是我就隨便找些東西說 現場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以前歡樂錦少 三毫子小姐 現場在賣廣告 真的歡樂錦少 你有看過嗎 有 以前看 就要馬上去賣 但是你說的很小 因為你到八十年代 都不是這樣的 我去過歡樂錦少 看現場 有的 因為那時候歡樂錦少 很漂亮 香港電視上 填表拿票 就在不知哪裏等 譬如說彩雲 後來青水灣 就去彩雲 之前就在九龍堂 因為去TV廣播到 如果講開這些 即是我們這些老鬼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香港的電視廣告 無線 是幾能出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歡樂錦少之前 賣這些廣告之前 其實那時候無線開台 那些廣告客戶的目標 其實一定是那些大公司 即是跨國大企業 那些很厲害的 譬如羊酒 那樣東西 香港其實 自己的產品 或者小工業 是沒有什麼廣告渠道 根本給不起 但是那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無線 剛剛起步 於是會出現一些 好像 TVB 即是《款樂錦少》 那類的節目 我們可以立即立即立 於是會賣蠔油 賣什麼 為什麼說三毫子 因為深深說 香港電視每本三毫 即是即場賣廣告 而那時候的神奇 就是 那時候的電視威力 發覺到 應該是無線典下根基 開始 原來的產品 只要賣廣告 譬如說白貓洗衣粉 AXE 第二天 就賣到七彩 於是香港的商戶 就發覺 原來賣廣告這麼厲害 大家願意去賣廣告 賣廣告 大家去搶的時候 就越搶越過 Airtime 越來越貴 於是乎 就成就了無線金融的霸主 但是無線就死定了 為什麼呢 其實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第一不靠電視 第一不靠電視 第二 其實即使現在說 自己有九成 甚至有100%的收視率 但是究竟有多少人 真的在看電視 不要說那些顧客 究竟是否你的目標 所以以前經常說 一定要入屋 要媽媽 媽媽不喜歡就不買 現在不是在說這件事 但是這些題外話 我們想說一下 日後我們 當然我剛才也是有些搞笑 但是可能用我的通 就會錄的這段片 都是我們日後會上架的產品 因為這件事 如無意外 應該在四月 就會在香港發售行貨 現在還沒有的 我們應該在四月前 第一批有這隻貨賣 什麼價位 它還標價1888 那我就不知道 因為它是公價 我想賣了頭一層之後 可能會慢慢跌 但是跌價極 都要是1600-1700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它的價錢 它的價錢 它都這麼貴 批出來 你說買水貨行不行 買大陸翻版貨行不行 行 沒問題 但是這個是原裝行貨 還有 有一年不要用 還有非常容易用的 因為我自己拿上手 現在我拿了什麼 它真的 放在那裡 你用那個Apps 用手機控制它 非常容易用 基本上因為這麼輕 它是2.8盎司 有四個螺旋掌 就算你不是 你初初玩 你不是很懂得控制它的速度 高低也好 它是不會自己降低 是啊 那你只要保持一個半空之中 你想想20米那麼高 其實你怎麼會去到20米那麼高 這麼小的包煙那麼大 你飛到20米 但是又很happy 好像那些女生自己一個人去跑步 是啊 那它就可以升上去 然後跑步的時候 一按 拍著它 後面的跑姿 很帥啊 又或者令我想起 阿山哥哥他們當年 去那些馬籃 上面有一塊鏡 其實作用一樣 是啊 那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又或者很簡單 可以博Live 博YouTube Live 可以嗎 可以 真的我們行山開Live 是啊 但是我不知道 你說行山開Live 都沒有說不行的 那這隻產品呢 如果我最新回來之後 未上架之前 我就是不會接 即是我還要拍一段 是自己玩的 是 還有在拍照的效果 因為我上次那部相片 鏡頭壞了 有得看 但一拍出來 以為拍完 原來是黑暗暗 那我看看拍照效果 因為玩了太多的相片 那這個也是我們日後 真的慢慢慢慢 我就說 這個 所謂要找的產品 就是 未必是會 長期在我的貨架上面 但那段時間 用一個好一點的價錢 就是 好的質量 那就介紹給大家 反正如果大家要買的話 OK 那好了 那 那 起碼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